另外一个就是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244文件 现在还是不公开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我就在想 能密封起来的 能是在这个关键案子里面提出来的 它一定是保密级别很高 有可能涉及到这个国家安全 或者说一些情报或者什么 那我就想这个是发出来的 它一定对案子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未来拭目以待 有可能会展现出来 就这一方面 对这个案子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备忘录不重要 这很重要 我想刚才提的很好的 你要想未来参与国家520庭审 你要想听得懂 你要想搞得明白 那个时候庭上在讲的话 你得先研究案件 你要研究这些文件 你要搞清楚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这些文件它不仅是咱们要去看 因为这些文件都是法庭的公开文件 那你说到时候十几个陪审团 坐在那边它看什么 它不可能是听我 听你来讲 它是看法庭的文件 它听双方的辩论 当事人或者律师代表来讲一些内容 他从中来获取一些信息 这些东西 这些备忘录都是他未来要看的东西 他们会从这些文件当中更深入地了解 所谓的被告 国先或者说这个新党联邦 他们到底是做什么呢 他们干了什么 他们在整个过程案子 随着案情的变化 这里面哪些东西发生变化了 是吧 这都是他们需要了解的 所以我们战友要去了解 要去看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未来会让更多的 包括陪审团在内的 包括媒体 这200多家媒体 他们也要去看 我相信很多媒体现在已经在看了 可能比我们战友还积极在看 因为他们要报道 要了解这些事 另外还有就是政府部门 西方国家的其他的部门 关于体制内的这些支持者 他们都要去了解这些整个的进展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跟着去看 去了解 看不懂 你就看着 我们小飞翔来讲解 过去的你靠看七哥的时候 讲的所有的这些案子 还有现在有几个农场 在做的这些讲解 像文字啊 像这个我们多个德农啊 几个农场都在说的 这个案件的分解 很多讲得非常好 我们不可能 我们不会像他们 那么长时间去讲解 我们就精选一些 就大家综合地去看 这些这个案子的文件 我们总结来说就是 对目前的案子的往前的进展 是非常乐观的 包括郭县律师团 就是从上次的判决以后 就大家都还是很兴奋 对 所以拭目以待 我们过去说的 在这个52年之前的 四月份左右 它有可能会有 很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当然这个不是说 我们猜测 我们看到 我们了解的 是因为基于很多 过去的这种重大案件 在最后一个月 因为双方三方 包括法官在那三方 都了解了 或者接触了很多 这些新的信息文件 然后会有一些这个 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识的改变 那有可能 大家就可能会有一些决定 重大的决定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有没有可能 dismiss 真是有可能的 我的 在我的到目前认为 这认为真的有可能 在52年之前会dismiss的 当然这个比例 我们不能去说 但是至少说 这个比例是比较高 比过去也高很多的 对 谢谢导哥 我觉得刚刚 就是导哥说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过去的一个历史 我们看过去的这个案件 有可能庭审之前的 一个月两个月 案件本身会有重大的 导向性的 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因为就是过去 其他人的案件当中 可能会产生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 就是说在整个这一次的 法律的这个备忘录的 这个回复当中 我觉得还有一条 就是郭先生 他只是提了 起诉书当中的这个内容 他没有给出任何其他的 这个可能会对他有利的 这种辩护的这个证据 然后政府那还有一个 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我们还没有到说 真的是双方在看 证据和证据之间 相互的这样的一个碰撞 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但是已经能够 感受得到 所有的这个论场 论点和他的这个立场 是基于在什么样的一个事实 什么样的逻辑和法规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 当然也是 我觉得新中国联邦人 必须要经历的一个 法律的这样一个 学习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那导哥呢 过去的这个一周 晏平女士 晏平姐这边 您有没有知道一些 一些其他的一些进展呢 准确的来说没有很多的信息 没有很多信息 就是好消息 就是大家都很好 都在忙 我了解的就是 包括郭先生在内 就是大家都还是依然忙着 这个每天 包括我听说这个礼拜天 在礼拜六礼拜天 那都是排满的 从早到晚都排满了 然后这个跟律师 因为律师他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时间 还有一个他们分工不一样 所以说他要分班 然后分时间去谈 然后看文件 有些呢可能需要翻译 有些不需要翻译 就可以去交流 就等等这一方面 就郭先生这一块 他们现在的绝大部分的事情 都是跟律师见面 所以可以想象得到 另外当然大家过去也听到了 这个唱歌啊 健身这些当然肯定不会停的 看书这些都不会停 我听说这个俯卧成长 我起座现在又恢复了 又开始在做 对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郭先生的这个安危 然后我们做我们自己 那个能做的事情 该做的事情 然后大家坚定的 跟下去就可以 健身不能忘记 一定要记得 在这个地方再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郭先生给大家 那个龙年三季 是吧 讲一下龙年三季 季和家人斗嘴 然后一定要运动 对 还有一条是什么 我突然卡壳了 哈哈哈哈 千万别掉队 灭供形式要抓住 对对对 这个一定要记得 这个龙年三季 这是郭先生在龙年里面 给大家提出来的 就健身很重要 健身 大家不健身了 你的灭供痘质就会锐减 精气神会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然后那个 当然灭供形式 我们在第三条 我觉得郭先生体质很好 就是说现在当然我们也不回避 就是有一些战友 极个别的战友躺平 或者退出 就这种事情有 我们也没什么好隐瞒 但是我们始终是非常清楚 非常坚定 就是绝大部分的战友都在 都坚定地在坚持 在支持爆料革命 在做自己能做的这个事情 那大家都非常有信心 能走到我们想要的那一步 能看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不管是灭供也好 还是郭先生能自由地出来也好 我们非常有信心 就包括我本能在那一样的 可能到从315之后到现在 我想想非常最好的这个见证人 看到我哪一次这个垂头上气 没有信心是吧 很悲观 我从来没有 为什么 就是上次我觉得 就是315过后 才真正激发了我的斗志 我想很多战友都知道 都是这样的 就激发了我的斗志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尤其是到近期 我才真正的理解了郭先生 当初315过后 刚刚315过后 郭先生说这个是好事情 对于新东国联邦来说是好事情 只是这个代价是郭先生 彦平他们要受这个苦 但是对新东国联邦来说 那绝对是好事情 用郭先生他们来受的这个苦 能让新东国联邦更强大 更伟大 更纯洁 这难道不是好事情吗 然后让更多的人 包括美国 包括全世界 包括体制内的 或者说14亿同胞当中 更多的人去了解新东国联邦 了解我们的理念灭共 了解我们过去做了什么 了解我们过去跟着郭先生一起爆料 传递的灭共的信息 拯救了多少西方普通的老百姓 善良的老百姓 你有什么比这个还好的事情 对吧 可惜就是郭先生彦平他们就受这个苦 但是我相信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等这个事情过去以后 所以我个人也很兴奋 我相信郭先生现在他们也是很兴奋 就准备着 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的变化 或者如期开庭 到法庭 一切到法庭上接 是吧 对我们要看老天爷给爆料革命的考验 给新中国联邦的考验和挑战是什么样的